玉礼镇印加国产销班第一班 是由从事科技业20年的林坤平 担任第一届的班长 而高中毕业后就北上读书以及工作 林坤平在父亲留下了大片的山坡地之后 他不想浪费 于是起了念头想要活化使用 栽种印加国 林坤平也将多年所学的科技薪资 应用在传统的农业上 让产销班朝向科技农业 和智慧农业的方向来迈进 玉礼镇加国产销班第一班在今年成立 由从事科技业20几年 同时也是产销班长林坤平 高中毕业后就北上读书以及工作 但是父亲遗留了大片的山坡地 他不想浪费 于是起了念头想活化使用 并栽种优质的农产品 林坤平也将多年所学的科技 新知应用在传统的农业上 让产销班朝向科技农业 与聚会农业的方向迈进 为了提供农民重启稳定的收入 并且带动地方就业与地方资源活化 产销班进一步与企业合作 打通生产加工行销等环节 结合企业资源之后 自创品牌并运用行销专业管理知识 开发自有通路与市场 真正落实产业六级化产销策略 农民是负责生产的工作 但是负责生产对农民来讲 是不是真的就是 就是他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农民是不是只有生产卖豆子 他的生活就改善 他的收入就稳定 事实上不止 那我们必须要走到 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从一级的生产 二级加工 三级的领排行销 我们打自己的通向 所以我们自己弄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未来这品牌也将秉持取之于花冬 用之于花冬的回馈之情 每卖出一份商品 都将会不定期捐出部分利润或物资 回馈给花冬地区的学童 以及弱势团体 以上仅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记者高松双 玉与正采访报道